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你是担心徐家是吧 就算献王的单子出了问题 我有一百种方法对付陶自然 我怎么可能把宝押在一件事上呢 别胡思乱想了 那 那个 我没看啊 我把点心给你放这儿了 给你放这儿了 我什么都没看 你记得是 你来找我什么事儿 嗯 你想不想加入商会啊 你现在有了铺子 又是老板 是有资格加入的 我能加入商会 嗯 有何不可 林春城商会的宗旨 就是相亲互助 如果商人是种子 那么商会就是土壤 会给你足够的信息和资源 你不是还想开分店吗 嗯 我已经帮你办好了手续 只要你愿意 签字即可 哦 完蛋了令死了 你现在越来越有出现了 是是是是 你让人感觉自己 已经是林春春少货了 我签我签 我现在就去哪儿别 嗯 嗯 要不还是你来帮我签吧 我的字太个性了 这么重要的协议 你确定不自己签 那好吧 嗯 就一个哦 你怎么来了 我觉得有点心烦 怎么了 今天下午的时候 桃美丽来找我 说她家出事了 有所耳闻 虽然桃老爷这样 是她活该 但是我看到桃美丽那样 我总觉得有些不忍心 你是想帮桃家吗 我哪有什么能耐帮桃家呀 只是桃美丽是我的朋友 我想帮她 我知道了 你就别想太多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哪有时间回去休息啊 我得回去研发新品呢 你是不知道 最近生意有多难做 之前那个很火的叫什么 林春茶破 居然倒闭了 我猜一定是她家 定价太高 做得太难吃 所以被报应了 好了 那你忙吧 我回去研发新品了 你要干什么 我来就只有一个目的 把我娘的牌位带走 就不劳烦令老爷费心扔了 瑟泽啊 你怎么能做这么不孝的事情啊 你把你娘的牌位搬走 她是令家人 你这不是让人家戳几两骨吗 令家人 我娘生病的时候 无人给她请大夫 活活给拖到过世 那会儿你们可曾把她 当过令家人 从小到大 我只求过你一件事 就是求你能让我 像令朔一样去学堂读书 你说我不配花你的钱 那会儿可曾想过 我是令家人 令夫人你用五百两 就把我卖掉的时候 你可曾想过 我换过你一生娘 如今你们落难了 倒想起我是令家人了 这世上 怎会有脸皮如此之厚的人 不知感恩的东西 过去的事情 有什么好提的 你现在过得不是很好吗 我过得很好 是我自己努力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这世上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赚了是自己的 赔了也是自己的 赔了也是自己的 怎么到令老爷你这儿 赔了就得找别人承担呢 我吝啬告诉你们 不管你们在外面 怎么污蔑我威胁我 我是一个铜板 都不会给你们的 给我 请徐大 还要管我们的家事吗 令色现在是徐家的人 你要再敢动他 就是和徐家作对 来 没事吧 我没事 来的时候我曾想过 若是说爹 你对我还有一点点愧疚 这个钱我就当做 他从来就没有赚过我 这一巴掌 我就当做是我还给你的 从此以后你我父女二人 恩断义绝 烦了 你真是烦了 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 我打死你 干什么 令色说了跟你恩断义绝 要是再敢打我夫人 我会让你过的 你现在更惨 我劝你 不要再打你女儿的主意 好好想想之后该怎么办 走 这洋葱比较刺鼻 我帮你处理吧 多谢 哪有让客人帮忙的道理 五公子去找个地方休息 大家都是同友的 怎么还分出个主客呢 这五两银子是我出的 我自然是主人 你就做客人吧 徐公子手上拿的 闻着可真香啊 这是玉米花吧 尝尝 我扒着蒜呢 好吃 这是不是比那个什么 玉米须强多了 这玉米花的火候 可是很难掌握的 自然是 不过对于我来说 很简单 不饿了 仙女 你知道 我有一个媳妇叫令瑟 她呀 就没让我过过一天啊 你就 听了我什么 烦了烦死了 不过 有时候还挺可爱的 你说她怎么这么多鬼点子 一眼看不见 眼 倒糟了 好像一眼看不见 有开店铺 这第三眼 估计就是惊吓了 不过还是惊喜多 说话呀 说话呀 嗯 嗯 兄弟 你既然这么烦她 干嘛不跟她合离呀 再把那五百两也给她呗 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 我不告诉你 因为 我舍不得 舍不得 你说你舍不得 你舍不得什么呀 许子鲁 许子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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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